美国人有太多问题需要答案了 不幸的是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福西和克林斯博士 他们每一步都阻止国会的监督 国会众议员卡默认为 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 克林斯和白宫医疗顾问福西 在与美国顶尖病毒专家之间的公开电邮显示 在疫情早期 专家们就认为 中共病毒极有可能源自武汉实验室 但专家们的讨论都被阻止 我们认为本届政府和美国疾控中心的福西博士 采取了行动 掩盖过去在武汉实验室的交易 我们相信福西和同伙已采取措施 阻止任何类型的国会调查或情报调查 卡默表示 福西十分清楚 美国政府与援助武汉实验室的卫生组织之间 存在利益合作关系 卡默认为 共和党掌控众议院后 中共病毒起源等许多问题将有机会得到解决 我相信我们现在将有机会解决美国遇到的许多问题 从通货膨胀到反罪以及许多其他威胁 卡默表示 在共和党掌控下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将真正发挥作用 根除联邦政府的浪费 欺诈 滥用职权和管理不善 从而保护美国纳税人的利益 国会以空位的名义进行了三年的支出狂潮 两党国会议员在支出方面都失去了理智 而且这些支出中有许多都没有被问责 我们希望控制开支 我们还希望让人民对支出方面的不当行为负责 卡默强调 美国人民因为中共病毒遭受巨大损失 理应知道真相 应该追究所有参与任何类型 掩盖真相的人的责任 新唐人电视台华福记者站采访报道